由周野、侯明浩主演的电视剧《护心》正在热播当中,随着剧情的发展,即将迎来一个小高潮。 前任对决,生死就在一念之间。 一、落穿龙骨的美好被打破。 燕回跟着天耀来到龙骨取剑,遇到了一群可爱善良的精灵守剑人, 他们的父辈曾经在二十年前那场浩劫中陨落, 却不曾对龙主有一丝怨恨,一心守护剑,等着龙主归来。 天耀对这群小精灵也深感愧疚,因为暂时拔不出赤燕龙鸦, 只好在龙骨暂住几天,他在这里和燕回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日子。 燕回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心意,又加上小精灵们的助攻, 燕回决定直求表白,却遭到拒绝。 此时,素颖得知他们藏身龙骨,立刻赶来先杀了孕孕, 然后又抓走其他小精灵,威胁天耀三日之内将护心灵带过来。 二,燕回被捅伤心欲绝。 小精灵们被抓走,天耀是最着急的一个, 他们的父母因自己而死,他不能让这群小精灵再有危险。 他再次找回赤城之心,成功地拔出了赤燕龙鸦, 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捅了燕回一刀,得到护心灵的力量。 燕回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满心欢喜来找他, 他却什么也不说,直接捅了自己一刀, 取得护心灵,留下一句对不起,便扬长而去。 燕回伤心欲绝,觉得对方一直在利用自己, 跟在自己身边,只是为了获取护心灵, 他已经爱上了天耀,却被爱人如此伤害, 怎能不伤心。 两人的情意就此断绝,燕回命在旦夕, 天耀一心找素颖报仇。 三,素颖复活,陆木生恢复记忆。 获得护心灵的天耀灵力大增, 立刻到广寒门找素颖决意死战。 两人大战,素颖没想到天耀因护心灵的力量变得如此强大, 素颖因为之前几次三番给陆木生灌输灵力续命, 功力不如从前,直接被天耀冰封, 一剑刺入胸口,可惜天耀没有斩草除根的意识, 匆匆解救那群小精灵便离开。 素颖被冰封显然命不久矣, 不成想陆木生出现将她之前给自己的镯子扔掉, 义无反顾地离开, 明明此时她已经恢复了记忆, 面对这个曾经她爱过的女人, 却如此冷漠,素颖也是可怜。 幸好素颖的妹妹灵飞及时赶来, 注意到被扔下的镯子, 里面留着阿姐的九成功力, 然后她利用广寒门的禁术将素颖复活。 复活后的素颖更加封批, 不仅想要杀了天药, 还要折磨厌灰, 最后陆木生自吻在她面前, 不知她可有一丝后悔。 在我看来, 陆木生恢复记忆, 才是对她最狠的报复, 她以为她是失忆, 所以不爱她, 殊不知陆木生早已想起了一切, 却不再爱她。